好這我們先來看 在立院裝忙的黃國昌兄 非常的忙 舉手40次 他甚至還拍了短影音 我就一直舉手 柯謙明就很不爽 他看了就很開心 他去立院尋開心的 好那就看現在百姓開不開心 他原則上 這個民眾黨的民調 對於立委的滿意度 原則上就是他的滿意度 因為除了他以外 連黃珊珊都快要沒有存在感 黃珊珊現在到底負責什麼部分不知道 其他像我們熟悉的齊凱格 那個存在感都更低了 還有很多其他幾位 一時之間我也叫不出名字的那些 非常重要 但我們叫不出名字的委員 他們一定不在百姓的記憶中 所以這個是誰的分數 就是黃國昌的分數 黃國昌就要自己去面對這個三十與四十八 你這樣要選新北市 你沒講一次 李四川就不得不站出來一次 李四川他其實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可是藍營都在拱他為什麼 就是黃國昌這種咖在外面一直吃我們豆腐 你忍心嗎 那當然韓國瑜他就只好出來說韓國瑜會支持我 讓大家覺得說藍營好像有希望了 不然真的要推業員資了 那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黃國昌現在的這種玩法 第一聲量他會繼續維持下去 仇恨值呢會繼續往上拉 不滿意都要轉換成仇恨值非常容易 到最後大家都看到你好像天天在那邊舉手 好像天天在那邊辦事 好像天天在那邊挺國民黨 但是都沒幹出個什麼時事 其實在地方的選舉 這一次柯文哲去賣聊的事情 蕭怡正在快速發酵 我今天才有發另外一個特稿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黃國昌所設定的打法 其實地方上很不能接受 你不能直接人啪啪啪跑來說 我們這是弊案光電弊案 你要給證據 這是我們地方發展的希望所系 你不能拿台南的光電案子 去打我雲林案子 你的低潮到底裝了什麼 黃國昌不是一天到晚都說 我準備很充分 那請問你在雲林 你指的人家的那個太陽能板 我就我之前講 近看一堆潮嘛 你看XXX 到底在看什麼 到底在看什麼 你是不是指人家有弊案 結果你到現在有拿出任何證據 沒有啊 選輸了就不用拿 這個就是全台灣到處得罪了 全台灣得罪之旅 好 所以最後他新北要怎麼選 一個大問號 第二個 不是外界 不是我們過去這些 舊是幫他書考題 國民黨也會幫他書考題 現在他在立院 要當國民黨的小乖乖 憲龍介吐他馬上就舉手 憲龍介吐他又舉手 又吐又舉手 那個是反射神經 過去我們知道敲膝蓋腳會跳 那這個是一吐他的舉手 好 這個小乖乖 怎麼面對馬公英九 給他出了考題 馬公英九 現在已經失去語言能力 都派蕭继承出來講 蕭继承出來說 反滲透法要修了 而且子民民眾哪要配合 我還子民民眾哪要配合 真的把他當小乖的 好見證人沒有語言能力 不講話的馬公英九 透過神域系統 傳達了正的旨意 這個黃國昌要不要接紙 來自北京的聖子 終於飄來臺灣 要把反滲透法阻擋他們溝通 阻擋他們仿仿中的這些關鍵的條款 給修掉 好 黃國昌我就問你要不要配合 之前他可以征肖 那個年改啊 我們沒有立場 這個也沒立場 那個也沒立場 對於反滲透法 當年他還在時代力量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在二零一五年九月 人啊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大家就在吵這相關 然後一直秀到二零一九年了 相關的這個議題 終於逐漸成形了 好二零一九年 他還是時代力量的委員 好當時時代力量提了一個 反境外敵對勢力並吞滲透法 那後來就是有反滲透法 民進黨的版本過 時代力量版本沒過 但實力當時在黃國昌主導之下 對於自己的版本有非常多的信心 我們有設定主管機關 我們有要求管到什麼程度 民進黨的版本沒有主管機關 最後會自愛男行 這一套說帖誰寫的 黃公國昌 我現在還記得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們要辯護 為黨的證證件辯護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反問 當國民黨的質疑下來了 黃國昌這個反滲透法 你要不要下來玩 他不下來玩 新北市長一站直接奧子 不用講國民黨不會跟你合作 那你如果想要選新北市長 希望國民黨能夠來支持你 那你這個反滲透法把它修掉 方便國民黨人 方便台灣的某些人 去中國當中國的買伴 跟中國勾串 好那你到底要不要修 如果你修了的話 這個才有這個新北市長的希望 可是你是不是背叛你自己原來的理念 所以啊 也不是第一次啊 黃國昌啊 他這個傢伙啊 就是很愛演 演的都是民進黨欺負我 民進黨欺負我 所以我要怎麼樣 所以我要跳出來選 所以我要去民眾黨 所以我要跟韓國瑜抱抱 所以我要跟傅崑琦抱抱 所以呢 因為很討厭民進黨 民進黨欺負你 你最後要跟習近平抱抱啊 這是一步一步一步來的 你黃國昌覺得自己可以踩定立場 不會跨過新年那道紅線 但想得美 人家會逼你 動不動就一張考題丟出來 所以啊 想得太簡單了 他這個人都把政治想得來 覺得國民黨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民進黨才是他唯一的敵人 這個你想太多了 你看那個支持度啊 就知道藍綠兩邊都幫你當敵人 所以這個做人真的不要太天人 做人真的不要太裝懂 你有理念就好好照自己理念去做 一旦開始犧牲理念呢 你最後就會一謝千里沒有止境 孤崑琦要帶團到中國參訪嘛 在議會期間耶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嘛 好幾天的時間 你沒有選假日去 你選平日去 如果換作是幾年前的國昌老師 國昌委員會怎麼樣 太厲害了一定是這樣嘛 罵東罵西嘛 其實國民黨不擔心 他們在立法院票數會比民進黨少 換國昌要替你擔心耶 不然又起我要再唸一次啦 這個這個太經典了 我們認真看一下怎麼講 國民黨是獨立政黨 有其主體性 黨團的決定代表其意志 站在其他政黨角度 不太適宜介入說三道四 有點擔心 藍綠目前息次太近 國民黨立委集體訪中 意識可能有變化 天啊 天啊 我最敬愛的國昌老師 台灣的戰神 道德的長城 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防波堤 正義的北極星 公里的馬其諾王線 智慧的巴特隆神殿 你是周韋航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國昌老師 這樣我對你也很尊敬 為什麼要這麼尊敬 我要把所有可以形容 大家都全部講完 不太適宜介入說三道四 站在他黨政黨角度 國昌老師 你確定了 從今天開始你可以講 民進黨任何事嗎 你再講你就叉叉啦 對 你一樣的標準嘛 黃國昌整個民眾黨 已經不是什麼清藍挺藍的 他是整個就是藍的了嘛 完全不評論 他是仿鐘耶 完全不評論在這個時間點 傅昆琦要去帶一堆立委 國民黨的翹班 不開會去中國 你好歹講一下說 請國民黨要講清楚喔 這人民觀感可能不好 或者至少學朱主席 一開始講說 沒有人家沒有 沒有跟黨專業報告 就是你至少有一個說法嘛 沒有完全沒有 然後現在講說 好你擔心藍綠息事太近 那個怕仿鐘啊 之後被民進黨突襲 黃國昌 民眾黨有差嗎 我跟你報告 我今天就揭露幾個證據 民眾黨根本沒差 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因為那個複議案 然後那個後來有那個 有坐票事件嘛 然後今天後來重新 大家重新投票嘛 對 現在重新投票 黃國昌他們民眾黨 講很好聽啊 巴習立委 我們不挺藍 也不挺綠 不挺藍是因為呢 這個版本有問題 怎麼可能反年改 所以我們不支持 國民黨 不挺綠 我們覺得喔 這個案子還是要進委會討論 民進黨提的覆義 我們不支持 聽起來有道理對不對 完全沒道理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立法委員投票的 那個投票的系統 你看上面的那個顏色 有白色的鈕 有黃色的鈕 有紅色的鈕 有綠色的鈕 我跟大家報告 投票前要先蓋這個白色的 要先按這個白色的鈕 代表什麼出席 出席了之後 你有三個選擇 你可以投 贊成 反對 或你都不投 你也不投棄權 時間一分鐘到了之後 就會前面的那個螢幕 就會跳出來棄權 為什麼 小草們要照你的態度嗎 你不投贊成 不投反對 你要投棄權對不對 你就都不投 也會跳棄權對不對 我那時候 我看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以前當國會助理 那個LED啊 怎麼連棄權都沒跳出來 八席是沒贊成 沒反對 沒棄權 尤其我揭露謎題 黃國昌他們八個立委 連出席都沒按 連出席都沒按 他故意不按 故意不按 找到什麼結果 我沒贊成啊 我又不贊成國民黨 我也沒有反對啊 我也不反對 那個國民黨啊 然後呢 我也沒棄權囉 為什麼不敢按 為什麼不敢 因為按著棄權之後 你的態度就是 你不投贊成 你不投反對嘛 結果他選擇的方式叫什麼 叫薪水小偷嘛 立委你每天拿這麼多薪水 我們剛才講 那個議員薪水對不對 立委比我們多很多 你是出席 你連表態都不敢表態 你當然會被罵嘛 你為什麼不敢跟大家講說 我出席 我不投不安 不投利 我就投棄權 沒有 他是連出席都沒出席 所以最後結果是什麼 他這種搞法 柯文哲現在知道實力原則吧 所以被人家問到說 那個就是有關於反滲透法啊 跟相關國安的法令啊 你們態度是什麼 柯文哲只能說 你去問黃國昌 為什麼只能問黃國昌 黃國昌現在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他想選上新北市長 然後對黃國昌最有利的局面就是 他的氣勢去往上 然後呢 他現在氣勢往上的點 就是把說打綠的所有的戰功 跟打綠的所有的價值跟支持者拿到他身上 啊擠掉誰 擠掉藍營啊 啊所以柯文哲好不好關他什麼事 柯文哲現在也試項問黃國昌就好 啊黨團讓黃國昌去搞 那可是這一個衝突 我認為還是值得觀察 因為2026市長 我認為黃國昌選上機率有啦 但是沒這麼高啦 啊2028柯文哲選總統 又重新把那個民眾黨拿回來 他們兩個之後的戲還有得看 不過這個林涛怎麼看啊 這個昨天柯文哲跟黃國昌 一起上節目的時候 又被網友搭算 你看國昌老師來了 這個聲量就上來了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深受打擊 所以呢這個柯文哲 這個被主人問到說 那這個四年後 真的會再聘一次嗎 柯文哲居然說 不一定咧 看我的身體狀況怎麼樣 柯文哲現在身體狀況 有怎麼樣嗎 不過才這個年初的時候才講啊 我這個四年後一定 一定在戰 所以真的是不是黃國昌的這個刺激 可是 那說到這個柯文哲 現在這個黃國昌看起來 好像一個人 這個已經吃掉整個民眾黨 國民黨不怕嗎 現在黃國昌跟國民黨這麼好 什麼都挺這個國民黨 連國民黨的這個反連改 黃國昌都按住過關 柯文哲可是跑去找蔡英文 去談勞保年金的耶 結果這邊在支持你們反連改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柯主席 他的心態 現在感覺好像有一點異性 藍山 好像對未來二零一二八年 充滿了不確定性 最大的原因 就是賣療一億義無反顧牆 老三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嘛 他說怎麼可能 我欠全黨之力進去 竟然從3314票降到2000多票 哇塞 他嚇到了 那是骨牌效應 就是說如果我的選戰邏輯 每一個二零二六二零二八都要負制 這樣的選戰邏輯 那我慘了 因為我提名全部都會變老三 那他對他打擊好大 現在走不出來 他覺得說賣療一億 對他的這是重疾 而且你知道 那時候在賣療一億的時候 為什麼民進黨基本盤被吹出來 就是黃國昌去狡自分 狡自分狡自分狡自分 你可以討論議題 可是你用狡自分的方式 他就會超不爽的 民進黨就跑出來 表態率就會提高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黃國昌是不是又害了柯文哲 而且現在你去看 之前同時段 大家在開直播 黃國昌的聲量是大幅高於柯主席的 網路的這種觀看數 柯文哲有說連零頭都不大 對這樣就很尷尬 那黃國昌來的時候 他當然想說 這柯主席跟我直播 我講一下 我說主席就狗他一下 就說你二零二八要再選嗎 他說不想選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選 主席你一定是最一名 一定要選 所以這時候黃國昌 擔心自己被清算 被很快就看出他的企圖心 他說沒有沒有 主席你二零二八要選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黃國昌自己對自己的二零二六有期待 如果今天柯文哲提前說二零二八不選了 臺灣民眾黨今天就結束了 所以他讓他撐在那邊 至少派頭撐在那邊 二零二六還有一些資源 或是還有一些基本盤 他可以讓這些小草孩支持他 所以你看到黃國昌 他讓這幾步都在算自己 他哪有在算柯文哲啦 互相利用而已啦 所以我最新聽到的消息是什麼 你知道嗎 臺灣民眾黨現在的內部 黃國昌得勢 過去大家講到 蔡壁如被砍掉了 一直要回來 副主席中委員全部都不給 砍掉 結果黃黃珊珊 現在不是之前嗎 就是狹戰藍派 說我們是核心人士 我們是掌侵權一方 就是說這個權傾一時 現在也慘了 現在也掛了 現在得勢的是黃國昌 可是我必須要講 柯文哲主席 不是沒有意會到 黃國昌正在驚吞藏石 可是他能怎麼樣 現在流量啊 流量最高的是黃國昌啊 怎麼辦 二零二六 你受膽變黃國昌了 對 而且你自己去看 二零二六現在在討論 縣市首長的人 要去哪裡選 直接討論誰的 黃國昌 如果連這一個討論的焦點 黃國昌 就是臺灣民眾黨 都沒有任何 就黃國昌都不要討論了 那基本上二零二六年的 這個整個縣市首長的布局 沒有臺灣民眾黨的角色 那對臺灣民眾黨 一定重擊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局勢變成越走越窄 所以我在這邊要提醒柯主席 不要因為賣掉 影響到你的本心 好不好 你想要 對你想要幹嘛 沒關係 身體健康的狀況 多騎幾次北高的 這個腳踏車對不對 那自己身體可以保持得好 如果你現在不撐在那邊 你準備被趕下台 真的 那個就上禮拜 我們所謂的不在籍投票 事件 太離譜了吧 我覺得是兩個誤會啦 兩個誤會 加起來變成的狀況 第一個 第一個誤會是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意識 我認為真的是意識人員有認錯 我以為那個盧獻翼有在現場 為什麼呢 因為那也是我第一次投票 我也才知道說 原來投票是這樣 就是我們要先圈到 在外面圈到嘛 然後進去之後 意識人員 他就他就會幫大家插卡嘛 看到你 他就幫你插卡 我其實本人是沒有碰到卡的 就是他看到我之後 幫我把卡插在我的位置上 那一定就是意識人員認錯嘛 這不可能是我們去偷拿嘛 就發現說他卡藏在什麼地方 大家跑去偷過來插不可能嘛 一定是意識人認錯插的 那第二個誤會是什麼 第二個誤會是 我們有立委以為如線一在現場 然後怕他去上廁所還是幹什麼的 所以沒有回來就幫他按 這個我要承認 應該是有人去帶按 那為什麼我說是誤會 因為當下大家都以為如線一在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螢幕上 誰還沒投票嗎 然後很多人就說 欸 如線一趕快投啦 趕快去投啦 然後後來我們也有人在那個群組裡面 就我們內部有個群組說 無線一你跑去哪了 就插你就插你 所以當天是大家都以為他在現場 就算這樣子可以幫忙投票嗎 當然也是不行啦 當然也是不行 可是這是一個誤會 那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惡習 大家可以 大家每個黨可以講好 以後不要帶按 為什麼 因為以前民進黨也都是帶按 最近那個畫面都一直一直出來嘛 像什麼吳思瑤誰誰誰 牽手觀音 他一次按四個的都有了 然後還有那都有 以後大家就講清楚 都不能代案 我也覺得不能代案 就是你在現場就可以投 你不能 你不在現場就不能投 沒有代案這件事情 那我要講這個事情 只是說 他不是惡意的作弊或舞弊 那真就是一個誤會 那當然 三次平手欸 就表決過程不是三次 有三個案子嘛 對啊 如線一其實 那個代案子發生在第一案 到第二案的時候 大家都發現說 他好像不在 就那個卡就被收走 所以所以第二案第三案是沒有如線 所以第二案第三案 我們贏是因為韓國瑜 所以差那一票很重要啊 其實我覺得就算沒有那個 兩個我剛剛講那兩個誤會 第一案我們還是會過 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那個結果就會跟第二案第三案一樣 就是韓國瑜再投一次 就是就會變成說韓國瑜說這個 同票同票是不是 主席表示反對 所以那個案子還是還是不會過 那我覺得這個民進黨民進黨有抗議啊 那當然民進黨要抗議也是合理啦 那現在就是禮拜五的時候會來處理嘛 就大家來來討論說這個案子要怎麼怎麼解決 如果說民進黨認為說要再投一次什麼 我覺得我覺得也OK啊 反正禮拜五 那一票 本來贏一票就變平手啊 對啊 怎麼會怎麼會一定過呢 沒有 因為平手的話 就是因為第二案第三案其實投出來也是平手 後來是因為韓國瑜說那同票主席表示反對 所以才所以第一案 第一案如果那個沒有帶頭的話 其實就已經不能主席跟院長跟副院長都不能投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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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韓國瑜沒有投票 第一案韓國瑜沒有投票 因為第一案 因為平手你才能帶 盧生意被帶頭之後才平手 所以第一案如果盧生意沒有帶頭 民進黨是贏的 沒有沒有 第一案其實投了兩次 第一次第一次我們是輸 但是因為投票 所以我們在說第一次 對第一次嘛 可是因為其實可以重複表決一次嘛 然後我們第二次為什麼會平手 是因為後來江啟臣來了 所以我覺得是實際上是不會影響結果啦 那第一次沒有沒有 第一次投票是因為 第一案的第一次是因為江啟臣那時候還沒敢來 可是對啊 可是問題是 可是問題是 對 可是問題是我們有 可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要求說 你也覺得第一案投票無效就好了 因為投了兩次 第一次是因為江啟臣還沒敢到 可是第二次的時候江啟臣已經敢到了 所以第二次就 會有第二次就是因為第一次 你們讓盧憲一的那個票投下去 才會變成是平手啊 第一次不管是我們有輸 輸五票也好都可以投第二次 因為本來就是可以重複表決一次 不管有沒有第一案就是這樣啦 不對不對不對 你也搞清楚意思是規則啊 對啦 因為我們本來就可以要求再投第二次 第一案如果沒有盧憲一就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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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 然後江啟臣又還沒來 因為第二次第一案的第二次投票 江啟臣就已經到了 你不用去講未來事 就是講當下的事情 他是投第二次分出勝負的嘛 第二次江啟臣就是在現場嘛 第一次是不是因為盧憲一被帶頭了才平手 是的 你們覺得就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誤會 我覺得是誤會 不是我補充一點 我覺得是誤會 有一些帶頭的事件 都是因為他們有簽到有在場 有的時候有出席到院會裡面 所以因為你表決的時候 你們要看這次只有三個案 以後會有一堆 這幾天都在表決的時候 有些人去上廁所 所以旁邊的同事會幫忙帶頭 但是都是指他出席的狀況下 他有簽到出席的狀況下 你才能幫忙 他們就以為他有在嘛 他們就以為他出席 我說有誤會嘛 誰以為他簽到的 你怎麼知道是誰 誰以為 以為插卡 誰帶頭 這都要抓出來 因為影響了投票的結果 查卡一定是議事人員插的嘛 剛剛已經解釋很清楚 就是說認錯的人幫他插了 然後然後我們的人又以為他在 所以幫他投 那我現在講說以後 大家都不要說以為在不在 簽不簽到 反正不管怎麼樣 都是不能帶頭嘛 大家就講清楚嘛 那民進黨以前那種帶頭 我也覺得不可以啦 那國民黨這次誤會去帶頭 我覺得也不可以啦 大家以後就講清楚嘛 那民進黨如果認為說這不可以 那大家就重新討論嘛 看怎麼去處理嘛 不過導播再給我們看一下 這個黃國昌竟然在這個立法院 帶著民眾黨的八名立委 乖乖的在聽這個傅崑奇訓話嗎 而且呢 關於這個竟然有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人明明在中國兩岸一家親 在參加中國的活動 結果呢 在這個立法院居然投了這一票 但黃國昌的出來罵的是民進黨 民進黨永遠用聖人標準 要求他人 還叫民進黨呢 這個標動不動就哭 停止故意 巨嬰的這個行為 什麼狀況啊 然後呢 更好笑的是這個 柯文哲請全黨之力去賣聊 輔選最後選輸了 黃國昌也講都是年輕人沒有投票 那柯文哲顯然也是這種看法啦 所以請到黃姐 你怎麼看這些亂象 其實黃國昌的說法就是千錯萬錯 都是民進黨的錯 他今天就算現場跌倒 他覺得被橡膠皮踩到跌倒 他還說民進黨害我的 現在他大概就是有這種就是被害的 妄想的狀態 那講一下這個事情 就是從上禮拜五投票到現在 最大的爭議點就是來自 盧憲一這個國民黨立委 他那天是不在的 這事情最荒謬的地方就是 他當天人在中國他沒有簽到 這個都是鐵真真的事實 可是他卻領到了票 然後他還被按下了這個 他的投票的表決 也就是說有人冒領 然後幫他帶頭嘛 我覺得一開始到底是誰去領這張票 他人就不在啊 這個是現在到現在 我們院方沒有辦法釐清的 所以剛剛原知說 為什麼要去罵韓國瑜 他當然有連帶責任啊 因為他是主事者 他是這整個院最需要維持議事的人 結果到現在我們一直問他說 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議事人員到底是什麼 你沒有去調查嗎 啊到現在給不出一個結論啊 給不出我們一個調查報告說 當天真的是哪一位議事人員 就算他真的不小心認錯好了啦 你要告訴我們是誰吧 跟大家給個交代吧 立法院是可以這樣隨便呼嚨過去的嗎 更何況這是史上第一次 有人的表決卡 人在中國他卻領到了 國民黨為大家示範什麼是不在籍投票 就在此時發生 而且就是中國的境外投票 那所以這件事情很荒謬 就是說這種幽靈投票 絕對絕對不能發生 為什麼 因為立法院每個案子都是動輒得救嘛 這個年改知不知辭 大家要好好討論 這差一票差很多嘛 像我剛剛說 他一直糾結第一案 啊確實啊 一開始就是因為盧憲英那一票被帶投了之後 才變成平手的嘛 不論結果怎麼樣啦 就是因為這樣然後變成平手 這個就是造成這樣的結果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大可主張說 這個投票是無效的 因為他造成了 這關鍵的一票的差別嘛 對 所以盧憲英沒有在場 可是這個事情卻發生了 到現在院方沒有給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很大問題 而且這件事情很嚴重喔 如果最嚴重真的是有人刻意的去冒領 然後甚至如果有就是帶他領表決卡 然後帶他投票行為 這我覺得是有刑責的喔 這是偽造文書喔 對啊因為他去領的時候 他也要說我是盧憲英 是啊 所以你就是就算你現場是刷臉好了 你就沒有看到那個本人嘛 對啊 所以這個懸案到現在 這個羅生門現在沒有辦法解釋 實在是非常奇怪 所以我覺得院方是要給個交代 而且我一定要主張 這個就是一次無效的投票 這個一定要院方調查 給大家一個調查報告之後 這個票當天的 這個是無法成立的 所以在我們下一次的議事錄上面 必須要去說明這個現象 然後說因為這一次的投票無效 所以我們再行投票 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議事的紀錄才對 那講一下黃國昌啦 就是大家也知道說 民眾黨就是會很愛包牌嗎 就是年改也要包牌 然後大家問他說 所以你們當天為什麼要你看這個畫面 聽傅昆琦的話 傅昆琦叫你們怎麼投 你們就怎麼投 叫你們不要投 你們就不要投 所以當天的狀況是怎樣呢 因為我就坐在現場 就想說民眾黨圍在那邊幹什麼 原來他們是刻意的在那邊不投票 不簽到 然後不表態 那大家也知道說在立法院 現在的組成是怎樣 就是藍加白就會過嘛 所以在那天的復議案 就是他們國民黨提了一個反年改 他們反對現在民進黨的年金改革做到一半 他們說不要做了 這就是他們的國民黨的態度 結果民眾黨態度是什麼 他們就在旁邊不投票 那不投票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之後就是韓國瑜投下那關鍵的一票 然後反年改的案子就復委了嘛 所以大家說藍白聯手反年改 這句話一點冤枉都沒有 民眾黨就是在支持國民黨的反年改的主張啊 那想想黃國昌他2016年2017年 他當時還在時代力量 我那時候跟他還在同黨 他是我們黨主席的時候 他怎麼說的 他說全力推動年金改革 然後他說這個18%要真的給他去除 不要留什麼6%的爛尾 他是講到這樣 要超級全力的 讓這個年金改革的完整版 最好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最高的改革的版本 我們要一次給他通過 當時他是這個態度 結果現在咧跟他說 哎啊你年金改革怎麼支持國民黨啊 他就說他就開始罵 哦民進黨什麼聖人標準巨英行為 他說怎樣 我就是我有支持民進黨的義務嗎 哈囉這個不是支不支持民進黨 是支不支持年金改革 這件事情可以這樣子 這樣隨便你這樣子模糊 焦點就算了嗎 所以他現在都有點就是仇恨民進黨 這個事情已經影響他 沒有辦法正常的表達 他到底支不支持這個議題 年改耶 很重要耶 當初他是喊最大聲的人之一耶 是啊 所以就大家就說我們黃國聰老師 就是穿越時空 永遠都在穿越時空打臉自己就是這樣 然後可以看一下他這兩天啦 他今天在立法院又做了什麼呢 他帶大家做體操 做體操勒 對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審查的時候 他在旁邊這樣做健身套 來大家看看 哦這樣子頭有點痠 然後這樣左轉右轉 然後就是在 這樣可以他一直抖音了呢 沒有錯 這就是他的目的 他就希望我們在這邊討論他的這些舉動嘛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小丑話 確實是黃國昌一個目前的走向 大家有發現他上次也是在立法院做類似的動作 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他旁邊抖他的肚子 然後王毅川還模仿他有沒有 就是抖那個肚子抖得很像 因為要有肚子的人才抖得出來 結果現在再度的這種畫面又上演了 代表說黃國昌接下來 他能夠在立法院有所曝光 有所表現 就只能一直用這種小丑式的行為 而且這個時候是在談什麼 談國會改革 他要的國會改革 沒錯啊 結果今天下午最後結論是什麼 過去謝龍介跟他拍拍肩 然後他就舉手支持國民黨的版本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民眾黨 請大家看清楚 那個時候黃國昌 2016年廖國棟在幫王金平案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時代力量 你跑出來嚴重抗議 逼了廖國棟最後道歉 哈 啊就我現在罵民進黨是用聖人標準 要求別人 對嘛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逼廖國棟出來 吵架 為什麼黃國昌的聖人標準變了 這就跟你當人變了嘛 他現在看起來比國民黨的立委更 更孝 對更忠貞啊 更孝通國民黨 我就跟你講 這就是未來 從這些年輕輕輕輕輕輕 你給他看起來之後 你就知道說 民進黨真正民眾黨 民眾黨 那柯文哲真正你全都去了 你也不用再垂死掙扎 來就請教這個偉航囉 這個你怎麼看這個黃國昌啊 如果照許偉的說法 當年這個廖國棟幫案的時候 你逼到廖國棟道歉耶 現在莫名其妙 誰去領了這個盧獻衣的這一張票 這個幽靈票還給他投下去 黃國昌說你們幹嘛要求這個 這個叫做聖人標準 怎麼查這麼多啊 這聖人當然我們都知道 國昌兄不是聖人 他這個他家在戲子 也有竊戰國有帝 戲子神偷 當然現在帝是還回去了 我們不會用聖人標準 要求他只希望他不要再瞎眼 看不到他家前面的地變停車場 稍微眼睛正亮一點 今天這一系列 從這個之前投票 上個禮拜投票 到今天這一系列的操作 黃國昌講說 我們這個沒有什麼立場 怎麼可能沒有立場 你注意他話中的話 我們先不看他今天 今天有一幕跟黃傑講了嘛 就那個黃國昌的黃手機 好好好 謝鴻姐 黃國昌 趕快舉手 到底投什麼 便當吃豬排 不是啦 投什麼都不知道 謝鴻在吐你 你都趕快舉手 合年合月 黃國昌 居然變成謝龍介一吐就會投票的人 了不起 就是一種成長 年紀大了 終於會交朋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他當年講的話 不是當年三個禮拜 先不要看當年 再提當年他更殘忍 上個禮拜他講 這個民眾黨 為什麼一定要照柯千民投票 國民黨 他們要把這個案子送到委員會討論 那就國民就送去討論 對 我就反問 你覺得國民黨把案子送去委員會 是對還是錯 對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如果國民黨是對 民眾黨要投啊 對的事情不支持嗎 如果你覺得國民黨是錯 那你要黨啊 對 沒有不對不錯啊 因為你自己都講 國民黨要討論啊 就討論 那就是對啊 我們不投票 那謝龍健一吐你你趕快投 是不是因為謝龍健沒來吐你 是傅君其吐你 所以你不投 那國民黨下次知道了嘛 就叫謝龍健去吐嘛 我們注意巧心說什麼 巧心誤把丁學忠誤以為 就是那個巧心說 義士人員誤把丁學忠 誤以為是如線一 所以他直接義士人員拿卡插下去 插在如線一 那我們要訪問問題是丁學忠的卡 對啊 應該是說丁學忠的卡 因為他看到是丁學忠插的是如線一 那看到誰 插在丁學忠呢 難道是看到丁學忠嗎 插在丁學忠 沒有這種事嘛 沒有這種事 那那個卡是怎麼插下去 所以這有兩棟 第一棟是丁學忠的卡 第二棟是誰手劍去按 這是兩個錯 兩個錯 敵人是敢 請韓國瑜好好查 那當然黃國昌要不要好好查 我們不會勉強他 因為他現在就是 聖人標準不一樣 沒有他現在就是那個 謝龍健一吐他就 他心中的聖人不一樣 謝龍健沒有吐他 他不會去投 他不會去查 好 那再來我們來講柯文哲 再次變老三 其實我之前就有說過 柯文哲去拼麥了失策 為什麼 人家說你黨主席清爭 贏了應該啊 你看別的黨主席有下去清爭嗎 沒有頂多韓國瑜嘛 黨主席 好 主席人有去那不重要 謝龍志托說他不重要 好 然後他搶亂下 沒有 主席人防衛不重要 他這一趟下去 還強調long stay 天天開直播 變成這樣 選到第三名 注意我之前講的 他選贏應該 選輸活該 現在真的輸了 真的活該啊 你幹嘛要下去擄這個 你現在回來就是黨內 一定會有鬥爭啊 所以他一定先推給蔡壁如嘛 也可以推給黃國昌啊 就你啊 你跟我講什麼 這裡有光電弊案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任何 認真看民眾黨發的文訊 他們說那裡是光電圈地 光電弊案罵得很兇 但是他舉出來的資料呢 是台南的 奇怪 你沒有在地資料嗎 請問你黃國昌第一槽 第一槽是裝什麼鬼東西啊 你跑去指人家光電弊案 你要有那邊的東西 我想柯文哲 去到那邊講光電弊案 後來發現被黃國昌賣 根本他手中沒有東西 好 而且他還講人家那個地是涼田 他有用這個詞涼田變光電 實際上那個就鹽減地啊 就海邊嘛 好 所以他就觸及了當地人心中了一個 當地人心中就覺得這種地 你還能做什麼利用啊 就做光電啊 你就是要來當我光電 我還投你嗎 這不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嗎 再來就是啊 他們就太著重於空戰 他就營造了一種印象 哇高來高去 每天開直播 每天上新聞 在地真正在跑的候選人有沒有新聞 沒有新聞 這形成一個什麼印象 強龍硬壓地頭蛇 空降下來 即便林一里 他原來是在地的 可是他站在柯文哲旁邊睡寒的啊 站在那個黃國昭旁邊睡寒的嘛 你讓一個在地建議看起來就睡寒了 你要那個在地組織要怎麼跟你跑 沒辦法我也不能做事 我們在地賣撩人被人家壓著啊 所以他地方上是有不滿的情緒 所以不要怪說什麼小草沒有來投啦 或者是說什麼年輕人沒有回返鄉啦 重點是你柯文哲這套操作 自始終就不是要成就林一里 是要成就他自己 可是呢 他開出來的結果如此之差還倒退路 他會對他造成一個嚴重影響 就是啊 我已經聽到了 其實剛剛大家有舉些例子 之後有一些有實力的地方派系人士 他講說我不要掛民眾黨 我掛五黨都比你多啊 掛五黨的時候都比較好 不就這一次的這種血淋淋的教訓嗎 那接下來民眾黨真正的問題就是什麼 他原本設定要拉攏那些人 看到這一戰你主席清真 盧了一個禮拜還是這種結果 而且還票更少 嚇到 嚇死了 那以後誰要跟你玩 就沒有人會跟你玩吧 而且少很多 也少了四成耶 這個就是比起上一次 這個當然選票的比例也會萎縮啦 但重點是他的得票率也下降 也比原來五黨的時候下降 對啊 所以現在這個最殘酷的一點就是 驗證了柯文哲自己心中設定的這套戰法呢 他地方選舉根本就不能用 而且接下來的狀況只會越來越惡化 關於國會啊 我覺得不只是這個黃國昌所強調的 就是說國會擴權這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我認為啊 就是軍工教年改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對 那不管是在年改或者是說這個所謂 這個司法委員會要這個強行通過這件事情 黃國昌的表現啊 其實他都是忍辱負重 蛤啊 忍辱負重喔 原因很簡單啦 對啊 因為第一個啊 你知道昨天是七個小時 我們國昌 就算是有被人家怒罵 哎呦 他都說了 他都忍辱負重 不說話 沒有情緒 他為的 就是想要把這些法案送出去啊 哎呦 所以他搬到了 哦 我為人人啊 是不是 哈哈哈 所以他待七個小時舉44手 是他人生第一次忍耐當小弟 哦 真的 舉了44的手 誰能叫著動黃國昌 不容易 對 而且重點來了 重點是關於這個年改的部分 他這一次 這個像瘋一樣的男子啊 他連簽名都沒有簽 對 哦 那這個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民眾黨有一位去花蓮 哦 所謂這個 哎 七張票啊 完全也都沒有投 哦 所以非常多人在想說 哇 那這個民眾黨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過我 我認為今天我還是要 討論一個重點啊 就是韓國瑜今天 哦 關於投票這件事情 對 哦 那我我實在我也是這樣 哎你看我手 哦 我手這樣啊 哎 你看看人去 吹一下 哎 哎 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過這種隔空摘啊 哎真的有啊 對這看人去的兒屎啊 哦 隔空摘啊 但你有看過立法院 大仙大仙 你有看過立法院隔空投票嗎 哦 看人最近賺不傻 連兒屎都贏了 哈哈哈 這也是隔空投票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的誇張啦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啊 盧修 盧這個盧縣一 盧縣一啊 他去了中國 他人不在 對 那為什麼立委投票裡面 中間就出現了一張盧縣一的選票 我覺得但是韓國院長 他是站在中立的角度 直接裁決說是異事人員的問題 異事人員他發了卡 也插卡 插進去 所以他要行政處分 可是我跟你講就有一般的人民來講 其實是幫人家代案投票的那個人 才是有問題 而且我們國昌早在幾年前已經告訴各位 這種行為 就是 偽造文書 作票的一種偽造文書 當年還逼著人家道歉 對 還寫十遍 還寫十遍 那於是我們這個韓院長就決定 4月19號再投一次 所以大家就在看 就是說民眾黨你上一次投票的時候 你搞得好像你是外圍人士 就站在旁邊看 黃國昌我們帥氣的笑容 嘻嘻笑笑 然後看著大家投票這樣 那4月19號 我不知道民眾的民眾黨的表態是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軍工就要年改 六年是幫大家省了2600億喔 那如果他的表決過關停砍年軍的話 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會發生年改倒車 對 我以為他會出現所謂世代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啊 去挹注這個所謂年改的這個年金 如果不修正會造成之後 財稅上很多就下一代人 他們財稅上的困境 而且其實說真的啦 軍工教 軍或者是警察等等 他們希望是什麼 他們其實是希望說 我現在待遇能夠更好 但如果你的這個年改倒車的話 那他絕對他的待遇會被剝削 而且無法提升 其實我必須跟國民黨講啊 這絕對不是一個太聰明的做法 因為我說真的你去改年改 你是為了你的選票嗎 如果是這些選票你早就拿到了 對啊 對那你是為了公平正義嗎 但你應該要去討論說 好我們年改應該要怎麼樣去修正嘛 而不是說你是用多數的這個 多數的強勢然後去對決 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齁 在這個4月19號 投票還會再來一次 我相信啦 藍綠這一次還是一樣是假鬥 那民眾黨一樣也會出席 那我就認為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黃國昌齁真的啦 不要為了國民黨為難 不要被人家當成是什麼 小藍的叫的投票機器嘛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他當初很早之前 你知道他留下 他留下最後一個留言喔 因為他去留言了之後發生了問題 然後呢 幕僚就把他不准讓他再去 再去做這種留言的動作 就是他已經不是管理員 所以他沒有留言的能力啦現在 好他留了什麼言 什麼言 他去嗆年改團體 對啊 他直接寫王逼彈 大家有沒有記得 而且那時候邱毅很生氣喔 特別顧問 現在柯文哲特別顧問 現在柯文哲辦公室的那個顧問 他那時候去嗆柯文哲什麼 他說這些年改裡面非常多人 認為你這叫做公然侮辱 那個時候是炒成這樣 我們反過來再看 你柯文哲你是個黨主席 你們的民眾黨黨團的態度 應該要拿出來 你不應該去採取叫做廢巴票 這種行為嘛 你應該要有態度 你到底是要反對 還是你到底是要同意 我認為民眾黨應該要有所表態 而且一定要記得柯文哲黨主席的初心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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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